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今天有一件事情 砖头非常的怒火中烧 是不吐不快 我单班录一个小段 要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怎么回事 前两天中国武汉有一个小学生 在学校内被老师的轿车碾压 导致不幸离世 有些朋友知道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的后续 我今天要说 非常的令人气愤 这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被网友们网爆 忍受不了这种痛苦 孩子离去的痛苦 加上被网爆的痛苦 这个母亲从楼顶一跃而下 人没了 然后她的丈夫发现之后 也跟随着 生无可恋了嘛 一家人都没了 也跟随着跳了下去 那么从现场的抢救视频来看 头好像有还能扭动 那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抢救的回来 那么我们纵观整件事情 意外谁都不愿意发生 但是发生意外之后 中国往事的有些 有些蛆们 我很少用这个词 我今天就直白地用着这个词 这些蛆们 这些网蛆们 能不能请你们 收手你们身上那些味道 隔着屏幕都散出来了 太恶心了 你们说的那是人话吗 所以砖头今天顶着黄标 做这期视频 我就是让大家来评评理 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粉区 要举报啊 要点彩 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 有些人的人性恶心到什么程度 这件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 是人家父母孩子自己本身有问题 想闹事想额钱 还是这帮网区不是人 那当然如果你喜欢这种视频的话 觉得砖头出的有道理的话 欢迎大家通过点赞的支持的方式 来让这个视频 让更多人看到 不能让这帮粉区们 在网上这么的招摇 简直是 是要把所有的正常人 都给逼死的节奏 好 那怎么回事呢 先介绍一下简单的前因后果 前两天 武汉的一所小学里面 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幸的事故 一名小学生 被一辆轿车所碾压 那么这件事发生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轿车从地库开出来之后 本来应该是直接开出校园 他有一条专用通道 但是这个老师呢 违规把这个轿车开到了操场上 开到了学校内部 等待他的另外两名同事 一起上车出去 不知道要干嘛 那这个时候 这名受害人 这名小学生 他走到这个汽车前面 去捡他那个飞机 不知道是指的 或者怎么样捡飞机 开车人没看到 当然事后称 说他曾经让小孩走走走走 离开这 但是他不管怎么样 他说的是真是假 最后在启动的时候 可能处于市局的盲区 他没想到孩子还在那 所以于是呢 就把这孩子给撵了 但是家长方面提出的意义是 这个孩子是糟糟糟糟了两次碾压 也就是一次前轮一次后轮 如果你教师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 你第一次前轮碾过之后 你马上停下来查看 也许孩子还有救 这是家长的观点 因为我们都理解 这一点可能是带有一点的珠光清晰性 因为孩子那么小 到底碾在哪里了 如果说造成了脑部的动脉出血 或怎么样也好 那可能一次就完了 那么这只是家长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这咱们得公平公正的来说这个问题 咱们不能说是情绪上头 失去了客观理智 这不行 这是家长的诉求 但是从视频中看到 这个老师确实在前轮碾压之后 等了一下 他后轮又碾了过去 那不管怎么说 家长这个问题就死无对证了 到底是因为两次碾压导致的 还是一次碾压 我们不知道了 但是家长推测 包括我们也推测 这个老师是否有故意杀人的嫌疑 有这个心理动机 就反正我这一次压过去了 我他身责任 我不如给他压没了 我赔把钱完事 在中国这种思想非常普遍 这种由于中国的这种交通法的不健全 或者说故意的不健全 导致的民间的这种声音 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朋友 你们应该都知道 所以前因就是如此 然后恶心人的来了 事发之后 母亲奔到学校去讨要说法 网上有很多视频和图片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就给放到旁边 我一边说 你们一边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 在现场的一些发声 一些照片 一些图片 面容娇好 妆容精致 就这一下就惹了这帮蛆了 你们看看网上这些截图 我都给你贴出来 你看看这帮人说的 很多人异口同声说 孩子出事了 还化那么精致的妆 那我可就真就想骂娘了 我就想真的问候这帮粉蛆的这帮人 你们是没有妈生出来 还是生出来没人养 没人教育呢 现在孩子出事 人家从单位直接跑过去 谁哪个女生上班前不要化妆啊 对吗 都是需要的呀 所以人家从单位直接跑过去 有问题吗 你以为这个人家都跟你似的 每个月就靠到网上 发那五毛那点工资 买泡面活着 天天窝到家里不出门 你看看这个评论 是人吗 要脸吗 而且后来这个母亲到学校校门口 拉横幅维权 也让一帮网上所谓的正能量 来炮轰 我给你们念一篇文章 这篇微博是一个叫 恶有正能量的人 发布于湖北 你有个屁的正能量 傻缺 他这么说 他说孩子在学校被车撞死的情况 让人很同行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事实清楚 就是一场交通事故 你是警察 你直接定性了 是吗 因为发生在校园里 而引起广发关注 事出后 校方 肇事者 警察 都没有逃避 积极反馈 只等着最后定性 做出最终裁决 这样你还拉横幅 堵校门 是要闹哪样 你还想让他们给你什么答复 不当场给结果 不就是因为这事上网 这个社会影响大吗 仓促给的答复 很可能让多方不满 才细致研究的吗 按已经报道的内容来看 我不相信校方没有找你们协商过 事实的经过也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人就是说 网友网友 干好你网友的事情 这就是那个臭味散到海外了 这个典型 你怎么知道清楚了 你是警方吗 你算个屁 对吗 然后你说要合理答复 那么你就说清楚 你要的答复是什么 事实认定已经很明显了 赔偿一定会给 真的吗 那你们还要想什么答复 不就是嫌赔偿少了 想多要点赔偿吗 那你去找校方 他们敢不见你吗 你拉横幅 把校门堵住干什么 学校不上课了吗 其他学生不用上课了吗 说真的 你这么搞 有理也变无理了 我这时候开始共情 你知道吗 开始假共情 我真开始觉得你不值得同情 孩子的死已经变成了 你要更多赔偿的筹码 在没人逃避责任的情况下 你不是应该先去给孩子办理后事吗 你就不想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吗 另外年轻老师已道歉 心里五味杂陈 我站在一个21岁孩子母亲的角度 心疼这个小伙子 我去你 我真的是 我就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个人比前两天那个电玩科技 比那个人还要恶心 而且可能恶心一万倍 为什么 因为电玩科技可能是由于他的情绪 一时激动 导致了发表的那些言论 但是这个人 这个人他纯粹的是坏 坏得流汤的那种坏 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 我们假设这个博主前半说的算是事实 假设校领导真的没有逃避 准备解决问题 那我就请问一点 家长有没有理由的小门口 拉横幅 当然有 为什么 因为中国眼下的社会形势 所有的学校都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对吗 作为弱势群体 作为受害的一方 被害人只有通过拉横幅 只有通过求助于网络的影响 才能导致 才能大概率的导致这个孩子 有一个公正的交代 对吗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网上常识 对吧 之前前两天有一个四格的漫画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说这个就是问各国人员 各国籍的人士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怎么做 第一个俄罗斯人一露肌肉 意思是说我靠暴力 美国人后面有美国国旗 这边打911这手掏枪 日本人也是好像是打911还是干嘛 中国人卡发微博 举着手机哭诉 这个虽然是个笑话 是个漫画 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中国底层 或者不知道是底层 中国普通民众的一个真实现状 一旦遇到了问题 公检法机关没有任何一个站在 说普通老百姓这边 全部都是在压事情压事情 因为知道这事情闹大了 自己没责任 比如说警察局 比如说法院 比如这东西 跟他们没有关系 但是闹大了 影响不好 影响他们的预算 可能是影响他们的奖金 可能是影响他们的仕途 所以中国五盖子 在这个国家 五盖子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操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妇女 这个母亲 她的做法 我告诉你 没有任何问题 那个评论说什么 你把学校堵了 学生怎么上课 怎么就不能上课 你的老师非法的 不按规定的 把轿车开进操场导致的事故 我说实在的 全责 没有任何的问题 道歉 道歉管用 要警察干嘛 这话还用我教吗 你这个什么 所谓的什么正能量 你挣到正哪去了 你挣到三聚庆安里去了吗 你在脑子里边 灌满了脑白金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以一个弱势的家长拉个横幅 只是拉个横幅 她并没有阻碍学校的进出 并不是说进不去了 她就是一个弱女子 只是为了影响力更大 让校方重视 中国的所有习惯 都是把事情掩盖下来 但是我恰恰觉得 事情就应该闹大 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让所有老师长记性 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 孩子已经没了 但是以后所有老师记着 你们如果再违规办事情 把车开到学校里边 开到这个什么操场上 那你们应该按照考驾照的时候 教练的要求 启动引擎之前 围绕车转了一圈 你转了吗 对不对 中国家校有这一课 记不记得 路考啊 或者说填那个什么 考那个什么考试 比试的时候有啊 你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是吗 还是这个所谓的 什么恶有正能量 你这辈子除了拖拉机 没开过别的 嗯 对不对啊 所以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个家长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就因为他的妆容 就因为他拉横幅 而且还疑似 疑似由警察来这个 来稀释宁人 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家长 受不了双重的精神打击 最后从楼上一跃而下 网上有说法说最终他们接受了调解的协议 说是赔了260万 所以可能也许有些人是觉得这260万挺多的 哎 要给我的话是吧 这帮粉须可能想到是给我的话 肯定是 怎么变得好 那你还不知足 于是就喷他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是有的 可是话说回来 观众朋友们 我不知道这帮人 说这话来的这帮人 他们是没有生育能力 还是压根就没有孩子 作为一个父母 孩子没了 只要是正常的父母 没有人是想要 就是说多要钱的 那是用孩子的命换来的 你花的时候你手不抖吗 你良心不痛吗 对不对 所以等等等等 又有一帮人 我就不给你贴那个视频了 不给你贴那个截图了 利用这个赔偿钱的事 也去攻击这女的 你攻击这位母亲 所以什么装容啊 横幅啊 赔偿啊 加上孩子离去的多重打击 一般的人 别说是个弱女子了 有的老爷们啊 针尖大的心眼 稍微在那毒点 她都扛不住 所以呢 后来她的丈夫 可能也是想不开 跟着一块的下去了 家里孩子孩子没了 老婆老婆没了 谁遭得住这打击啊 所以中国的网络环境 真的已经到了一个 臭不可闻的地步 说真的 这次这件事情 咱们先暂时抛开 政治性的言论审查 和由于中国政治审查导致的网络 政治环境恶化 咱们先不谈 现在已经不是政治的问题了 是连正常人说话都不行了 这个网络环境已经恶臭到这个地步 我相信这次的这件事情 如果在外网上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 西方 你比如说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荷兰 或者是澳大利亚等等 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会出现在中国网络上 这样的词语 对吗 大家绝大多数 可能会有 这个绝对数没办法 没办法排除 但是一定是大部分都是安慰的 大部分都是帮这个母亲说话的 这就是生存的环境 这些人躲在屏幕的背后 敲击手上的键盘 通过键盘 通过网络 肆意的散发了他们的恶意 和他们心灵的恶臭 他们上一次的战果 是把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女孩 给送去了另一个世界 那他们这一次又把这位母亲 和他的一家送去了另一个世界 那么下一次呢 以后中国的网络上 那可就真的只剩下了 这些人的一个欢场 没有人敢发悲剧 因为怕被他们嘲讽 也没有人敢发高兴的事情 因为怕被他们针对 那最后中国的网络上 就只剩下了一群扭动着的 白花花的 在那里雇佣雇佣的生物 在那里炫耀他们的无知 炫耀他们的愚蠢 说真的 对于中国的网络环境恶化 咱们不是第一天知道 也不是那么震惊 但是我没有讲到的是 环境恶化的如此迅速 劣币驱逐良币 总想着有一个过程吧 但现在看来 互联网真的 或者说中国墙内的局域网 真的已经到了正常人无法生存的地步了 所以节目的最后 砖头给大家开一个药方 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出现 这个问题 咱们现在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治本很简单 清理中国的网络 改善中国人的环境 这个问题 只要咱们党和政府 一天他们自己不做 他们自己不愿意 没有人能够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治本的问题就不用想了 死绝了这条心 没有可能性 那么我们说治标怎么治 治标有两点 第一是陪伴 你要清楚 在人最孤独的时候 或在这个受到巨大创伤的时候 身边不能离开人 在中国的环境 你不能够隔绝 或者你不能够阻止 这些粉丝的幼虫们 这些蛆们 在网络上肆意散发他们的恶臭 你也没办法隔绝 受害人 会遇到这种骚扰 这个时候身边一定要陪 什么都别说 陪一个人 24号是钉梢 连去厕所都要跟着 你们身边如果家里有亲人 你们这个母亲看的岁数也不大 是吧 这个应该也有父母 你们做老人的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24号是钉梢 工作什么的以后可以再谈 至少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让他缓过这个劲来 甚至最好是时间更长 一个月 让他能够缓过来 这个时候说什么大道理 他听不进去的 人的内心已经封闭了 这种案例我经历过太多 所以陪伴是最主要的 防止他寻短见 第二点就是潜移默化的 要告诉他 就是那些网上的负面因素 看法不重要 甚至你可以找一些例子了 证明那帮人就不是人 他们就不会说人话 他们的看法不重要 然后争取能让一些正常的声音 传递到这些人耳中 传递到受害人耳中 给他以鼓励 给他以勇气 让他们能够重新的站起来 两者相结合 先陪伴度过危险期 然后逐渐增强自己的心理抵抗能力 逐渐地走出这个环境 这是我能给出的最好的一个要方了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你要说润 那是另说 那是一润治百病 那是不是很多人不愿意 他也有各种各样限制 所以咱们只能是因地制宜 给出这么一个方案 好了 今天这个小豆给大家录到这里 砖头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气愤 可能有些话说的不是很到位 说的话可能有些偏激 如果伤害到了某些正常的网友 那请您多多见谅 砖头先提前说声 抱歉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